大家好,我们的题目是黑白配,探讨毛毛虫种类与段数的规律 本研究来自于科学原始月刊中黑白毛毛虫的问题 为了探讨2N段时,毛毛虫的种类及颜色段数总和 1.我们以直接画记的方式如表 毛毛虫身体段数2段时,种类为2,颜色段数为4,呈现了两倍关系 身体段数为4,种类为6,颜色段数总和为18 呈现了三倍关系,以此类推,我们得到了定理1 颜色段数总和等于毛毛虫种类的N加1倍 再将毛毛虫种类的数字裁剪,静和巴斯卡三角形的系数有相关 得到了定理2,毛毛虫的种类由巴斯卡三角形系数求得 利用含有相同物品的概念1.1画出,得到了定理3 再利用组合概念,得到了定理4 将毛毛虫身体段数分成3N段时,我们发现并未像2N指观的角度背书关系 当毛毛虫身体段数有3N段时,我们也得到了毛毛虫种类的公式 当毛毛虫身体有KN段时,也得到了毛毛虫种类的公式 我们在讨论中利用二相式定理,证明了定理2等于定理3等于定理4 我们也发现了地回关系式,再利用二阶地回关系式得到了一般式 在毛毛虫身体段落N段时,不规定颜色要均分,我们也发现了地回关系式及一般式 结论,因此在毛毛虫2N身体段落时,我们利用巴斯卡三角行机 凯列组合的概念,得到了毛毛虫种类C2N取N 而它的N加1倍就是颜色段数总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